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我们是如此高贵的人 你知道我们高贵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吗 就是一切看得见的东西都不能满足我们 猫很容易满足 对吧 狗很容易满足 对吧 人不满足 因为人不是狗 因为人里面有神的形象 因为人里面有灵魂的渴望 所以一切看得见的东西都不能够满足的那种被造物 叫做人 所以这个世界不能够满足我们 物质不能够满足我们 社会不能够满足我们 生活不能够满足我们 恰恰恰是我们的尊贵的价值的表现 因为唯有造我们的那一位神能够满足我们 阿们 唯有那一位拯救我们 靠着他的血 使我们的感染被接到他自己的树上 来的那一位耶稣能够满足我们 阿们 阿们 他是凯尔 最近 最近好像常常引用他 我读到他的一句话 他说 他说认识上帝 而不认识自己的不幸 会形成自负 认识自己的不幸 而不认识上帝 会导致绝望 我读到他这句话 我就发现说 对啊 中国社会就是由这两种人构成的 自负的人和绝望的人 我在不认识神的时候 有的时候一般早晨起来是自负的人 到了 日头落下去之后就变成绝望的人 其实我想大家都是在自负与绝望之间 争扎的人 甚至是在其中 用某一种的东西来帮助我们玩平衡的人 这段的经文告诉我们只有两种宗教 一种是靠着自己的道德 一种是靠着耶稣的血 靠着自己的道德和靠着耶稣的血 整个中国文化的精髓 就是凭借道德而成语 是靠着这种宗教 是靠着你 对您说是靠着 我已经是靠着他 这种宗教 这种宗教 一种是靠着 是靠着 并且靠着 这种宗教 一种是靠着 就是靠着 由于靠着 这种宗教 是靠着 想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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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